手上拿著告示牌 耐心指引轉機的旅客 不只這樣一旁還可以看到明顯的綠色牆壁 這也是特別增設的轉機識別牆 疫情之後不少民眾出國旅遊 桃園機場旅運量也上升 根據統計2023年旅運量是3535萬人次 轉機客有625萬人次比疫情前成長了17.5% 桃園機場更新轉機標示 讓動線更加清楚明瞭 還有桃園機場的美食也吸引不少外國旅客 包含米其林必比登推薦金黃油亮的滷肉飯 以及傳承三代的老字號牛肉麵 還有排隊名店沙菇魚頭 這些都能吃得到 不管是一站式安檢服務或是轉機動線優化 還有餐飲服務的提升 讓旅客在穿梭來往之間 感受便利性讓桃園機的形象再加分 TVBS新聞桃園重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